晚上 晚上 今天台式晚期新闻 我是一如 上酒店不付钱 惨遭当街卤走痛殴 一名卤姓男子 15号清晨 在台北市中山区的酒店前 被四台车包夹 五名扼煞下车持囚报 砸毁了车窗 把他痛殴一顿 抢卤上车 还逼迁了10万块钱的本票之后丢包 而警方的专业小组 陆续逮逮到了五名嫌犯 而其中林姓主嫌 还是黑道天道蒙太阳慧分子 特勤中队攻击 却宛如两棲侦搜大队的水鬼上身 悄悄摸到了嫌犯跟女友先边 把睡梦中的两人吓得不轻 你先不要动 不要动 你先不要动 来 你起来 走空 小姐你先不要动 你先不要动 警方怎么进入屋内的 原来是有猪队友 刚好外出放警察进来 只穿内裤的是林姓主嫌 他先前在中山区酒店外 对受害男子喷辣椒水 强行将人拖出车外 如走痛 通欧行径太过嚣张 才遭警方锁定 警方收预查原来又是债务纠纷 受害的是卢星男子 先前到林姓主嫌 担任干部的酒店消费 说好之后会汇款4万元的费用 不料一次必不见面 嫌犯得之后掌握了受害人行踪 14号清晨料小弟前往鲁人 通欧一顿后逼签10万本票 随后将人丢包在中山区的酒店外 为向被害人讨债 最着急共犯的人预先集结 见时机成熟 即上前包围被害人之坐车 并砸车将人强拉下车 受害人上酒店不付钱 惹到具有天道蒙太阳会背景的主仙 这下遭痛欧付出代价 嫌犯一伙人冲动行事 也遭送办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